欢迎一博 欢迎一博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来 尤其我们的直存秀 全球品牌代言人王一博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晚上好 我是王一博 哇 又跟一博 在老朋友的现场见面了 其实今天也是非常的帅气 而且带了一抹红色 跟我们的主题一样 其实要说到了一博 我觉得就是无限的代表 而且特别想问一下一博 刚才我说到了直存秀是老朋友了 合作了五年 如果说作为老朋友的话 在你第一感觉当中 有什么样的一些关键词 形容词可以来形容直存秀 我觉得是两个词 一个是先锋装艺和匠心美学 哎 掌声 非常精准 而且这八个字就是完美地诠释了 直存秀的无限可能 接下来其实还要问一下一博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一博跟直存秀 合作了这么多年 而且接下来有很多可能性 现场我们见面都好多次了 在不同的直存秀的场合当中 有没有印象里哪一场特别的不一样 或者今天是我们的这个装艺大赛 有什么感觉跟之前参加的活动不同之初吗 我觉得今天挺不一样的 因为像之前的话有各式各样的主题 包括有海贼王 还有Hello Kitty 对 然后今天的话 在这个活动上 见到了非常各式各样的彩妆 我觉得非常的酷 所以一博在的直存秀现场 你们也在吗 OK 又一次跟王一博见证了 我们直存秀不一样的一次回归 当然接下来要问一博的这个问题 更有意思了 作为惊喜嘉宾 你认为今天最印象深刻的是哪一部分 我觉得是后面的那个彩妆列车 彩妆列车 对 把很多的彩妆 然后像作为广告照片一样 在那个彩妆列车的外面 像风景一样 对对对 这个设计很棒 我觉得你看这就是一博说的一样 在列车当中 直存秀带领大家领略美学的风景 我相信美学的风景 也会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OK 那当然其实说到了直存秀 除了跟我们品牌合作很久之外 我觉得其实打出老师也算老朋友了 经常见面吧 对 前两天也在拍摄广告的时候 然后跟打出老师合作了 你看 所以有人说前两天去东京干嘛了 打出老师合作了新的一些拍摄对吧 是的 是的 所以既然说到了老朋友 那我们接下来马上就有请出 一博的老朋友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打出老师来到舞台跟一博见面 有请 有请打出老师 老朋友们又见面了 我和一博合作已经有五年了 我和一博合作已经有五年了 可以说每一次呢 他的专业都能够打动我 让我非常的感动 那么最近我们也在东京完成一次合作 可以说每一次他都非常的完美 哇哦 所以你看期待一下 前几天在东京又完成了一次新的尝试 我们到时候看一看有新的一些什么样的作品 跟大家分享 不过既然说到了合作 今天难得的机会 大家在植村秀的我们的无限风尚舞台上见面 所以接下来我们现场让两位再来一次合作好不好 来吧 我们有请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莫宝跟折扇 来完成一次跨界合作 哎 现场在现场的入场的朋友 我们手里其实都有一把我们植村秀的红色折扇是不是 来 邀请各位现在可以打开 在上面有一个红色的秀字 就是来自于打出老师的莫宝 我们接下来有请打出老师 在现场跟一博一起我们来见证一下 给每一把我们的折扇上写上这个大大的秀字 并且有请一博在上面进行亲笔签名 我们会把三把折扇送给现在 通过我们植村秀中国视频号收看直播的朋友们 在左上角应该出现了一个福袋 时时来点击福袋就有参与机会 获得今天现场两位合作的折扇 现场的朋友们想要吗 确定吗 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号是不是 接下来两位创作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选出两位 直接送给在现场的你们 好不好 来 我们有请我们的大屏幕先来滚动起来 看看第一位 三二一开始滚动 三二一听 这一位220号 恭喜你是第一位 接下来我们的一博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好不好 好 OK 这是一起完成的一把作品 好的 这一把我们先收起来 接下来大屏幕继续滚动 三二一停 640号 这两位朋友恭喜你们 我们给大家送上的就是刚刚完成的这两把 一博跟大叔老师共同完成的来自我们今天直存秀大秀的限量折扇 好的 接下来我们请工作人员收好 同样呢 在线上通过我们直存秀中国视频号收看的朋友们 左上角的福袋已经产生 可以点击福袋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就有机会获得今天 我们的打出老师跟一博一起完成的我们的折扇一把 好 来 一博再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这边就是一博的金鲜 这一边就是打出老师的秀字 共同完成了一次不一样的合作 我们请工作人员把折扇收好 OK 接下来有请二位来到我们的桌前 也有请一博作为我们今天的惊喜嘉宾 给我们的现场的直存秀送上一句祝福吧 好不好 希望直存秀可以越来越好 好 也期待的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也再一次谢谢打出老师跟一博 今天给我们完成一次不一样的合作 谢谢二位 谢谢二位 惊喜出现 可以在我们的台后稍作休息了 再次把掌声送给一博 7月28号 不要忘记去电影院看一看另外一个王一博